是吧 哪天我们也许一蹬腿就没了 是 我们不怕死 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 但是我们不开心呢 我们还没看见孙子呢 要是没见着孙子就让我们闭了 我们闭不上眼呢 我们死不陪护啊 妈 您别这样 其实事情也没您说得这么严重 怎么不严重啊 太严重了 如新啊 你说我们现在在小区里边 说我们是太例外了 人家其他人都是 像我们这年龄都抱着孙子 孙子孙女了 是啊 我们两个整天待在家里 连门都不敢出啊 就怕人家笑话 怕人家问的先丢人呐 你说你 你 你们过来住没问题 我们热烈地欢迎 但是千万别整天在我们耳边里 叨唠叨叨地逼我们 好吗这样 都舒服吗 行 行 你别说话行吗 你别说话 我不爱听你说话 我跟如新说 如新这孩子总是 如新 妈跟你说吧 这个 生孩子不管她什么事 对 你事不大 反正主要还是人家如新 是吧 这孩子从 从 从 从如新肚子里出来 是不是 所以如新 你听话 你懂事 你给妈的话 是吧 你说生 那就能生了 妈 我现在工作真的挺忙的 手上还有好几个案子 怎么都没处理呢 那为什么呢 对啊 对 如新忙 而且我也忙啊 我们其实都商量好了 得都都都忙完了 再考虑这件事情 你什么时候忙完了呀 我忙不忙啊 我过去还 我还三班倒呢 我生你的时候 我一天骑自营车两个小时来回 我还从来没耽误工作 就把你生下来呢 我忙不忙啊 你算什么呀 别拿这个当借口 你知道吗 你要想生怎么都能生 我跟你说 生孩子的事 比什么都重要 那 你也别着急 这都这么晚了 先歇着吧 去玩 咱俩把房间收拾一下 对对对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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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我知道被子在 我也去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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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说什么 他说先 先住下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先住下呀 我不管他 爸妈这次是来真的 怎么办哪 关他知道怎么办呀 不行 我得找个东西 我得 你回来 我们坐下 坐下 你现在可不能冲动啊 你现在去 不就是把明了 要跟他们对着干吗 我 我 我不吵 我跟他们摆实实讲道理 住可以 他别要老这整天的 孙子孙子 我 我受不了 你傻呀 你爸妈已经说的 够明白了吧 他们来着 就是为了盯着咱们生孩子 他们是有计划 有预谋的 那咱们总不能就在这儿 坐以待毙是不是 你小点事 咱们得想想办法 得想个对策 最好是能让你爸妈 自己提出来搬回去住 你们 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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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臭小子 你本身一辈子没回来 跑了 我认你这个儿子 他不 跑啦他你看 我去追 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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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怎么回事啊 妈 吃早餐呢 我都准备好了 怎么 来不及了 你上班 那也得吃饭呢 哪能早上不吃东西就上班呢 可能赶时间 要不带她路上吃吧 对对 带她路上吃 那也行 那你装着 等着啊 这什么事这是 怎么早上不吃饭 你没听人家说啊 好中午吃好晚的 够了 不能就不吃饭 够了够了 长次以往的话 就会得病了你知道吗 会落毛病的 根本就 你们哪这是年轻的 都不懂这些 行了 妈 以后 以后 以后可不能不吃早餐啊 那路上慢点啊 走啊 来 你没看出来吗 你妈把厨房都给占领了 想必这一时半会儿是不会走的 行事很严峻啊 所以呢 咱们得做好心理准备了 新的战争即将开始 而且是一场十九战 咱们只好见招拆招了 啊 哎哟 哎哟 太快了吧 都扔了 都扔了 呀 我 见到 呢 我 你谁呀 你怎么进到我们家了 你怎么进来的呀 你 阿姨 你是 阿姨 我是小红 我有你们家钥匙 一直在这儿做终点工 今天如晋姐打电话 让我早点过来 有点 你是终点工啊 如晋叫你过来的 对 你你手里都有我们家钥匙 有 真是 对了 那个什么 他没跟你说 我们来了 终点工不用了 不用了 你你你歇会儿喝口水 你就可以走了 以后家里的事都由我来做了 什么意思 我改做全职防母了 专门来伺候你们俩 如晋姐交代了 家里所有的事都由我来干 那我们干什么呀 我们 闲人 废人 他们孝敬你们你就想轻浮呗 明白了 明白了 那谢谢你啊 是啊 那怎么着你你住哪儿 这怎么 这怎么 安排一下 住哪儿我知道 这家我太熟悉了 阿姨 您歇着我忙去 嗯 好 好 好 明白了 这分明就是要架空我们的 我就知道 她们没有这么容易就屈服了 怎么回事啊 如晋 你那好儿媳妇 她根本就不想让我们住进来 弄了个小保姆来 你说这用得着吗 这不这 咱们在这儿 咱们在这儿还请什么保姆啊 那不明摆着吗 让你在这儿好吃好喝的有人伺候着 最后你自己觉得没意思撤了 哎 哎 竟然跟咱们来这套 小家乔都老家贼 他还嫩点 哎 那咱们怎么办呢 这点小事还问我怎么办 真巧 你到底想怎样 我上次跟你说过了 让你别掺和这事 尤其是我们家的事 对不起 我有采访和报道的自由 我警告你 你不用威胁我 我不怕 你还是好好想想 今后该怎么夹着尾巴做人吧 你真以为你写几篇乱七八糟 攻击我的文章 我就怕了你了 你最好不怕 我看咱们两个也没什么可聊的了 再见 我还没说完 听着 你怎样写文章攻击我都可以 无所谓 但如果你伤害到杏尔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不觉得特可笑吗 赵辉 现在伤害杏尔最深的是谁啊 是你 你又忘了吃这个营养药了 你这每天都给我提醒你啊 到底是你的身体还是我的身体 每天都是我 怎么有用啊 怎么没用 没用人家发明那个 你赶紧 阿姨 有什么需要吗 没事 来 等会儿把杯子拿走 别喝了 哎呀 哄孩子似的 来 你把那个菜赶紧摘了它 好吧 来我看看你这 哟 这些就是不要的了 如鲜姐叫我这么摘的 这 这叫你这么浪费啊 啊 什么呀 那菜能这样的 这不是好好的吗 这 这怎么了 你这边上有一点黑的 你把它摘破了不就行了 不是还能吃吗 你怎么就这样啊 咱 咱俩是不缺钱 但是也不能这么浪费 你知道吗 那这 这不是你们家 你们家你猜你能这么摘啊 你妈不说你啊 不像样子 好 来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大中午的 有什么事吗 不会是你们领导 想让你来采访我吧 没有 我就是 想你 我才不信呢 你蒙谁呢 你看你脸上 写着两个字 对对呀 写着呢 想你 有事 什么事 去说吧 那 那你先答应吧 我跟你说 什么事啊 神神秘秘的 你先说 你先答应 什么事我就答应你啊 万一 你想在外边找个小老婆 我就答应你 那我得多二啊 你老公是能犯这种原则性错误的人吗 为主 别开玩笑 是这么回事 那个 我最近采访一女啊 太可怜了 老公非要跟她离婚 老公说你能不能帮帮她 明白了 你一定又在别的女人面前爱心大翻烂的吧 爱心我是一直存在 但我觉得这事太特殊了 你看 女的带着个孩子 所有青春都耗在这男的身上了 结果你说 好日子过去了吧 伤岁数了 男的不要他了 有这样的人吗 太可恶了 是 是可恶 那得帮她呀 对 对 得帮 那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这女的经济比较困难 想让我免费帮她 你瞧瞧 我是让你奉献爱心 那但也不会让你白干的 但我告诉你啊 不仅不是白干 而且是个大担子 我就直接直接跟你说了吧 就是赵辉跟她老婆的案子 我不想再接这样的离婚案子了 太烦了 不是 你你刚才还答应了的呢 你以为我们接个案子 就像你写篇稿子那么简单啊 不是 老婆 肯定 你们接这案子 比我写稿子难得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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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 这案子那么特殊 你作为全永州市 律师界最富有爱心的人士 你不接这案子 谁还能接啊 没人再能打了 是不是 行了 反正呢 我不会这么快答应的 我得先调查一下案子 再决定 对对对 对 你只要同意调查 我就敢肯定 你肯定愿意接这个案子 那 那这么着 我请你吃饭 你边吃边调查 没有了 接着不接着 干什么呢 擦电视啊 你拿什么擦电视啊 毛巾啊 这毛巾是擦电视的 如今姐在也这么擦的呀 你别总是如新如新的 现在是我跟你说话了 这个就根本不是擦电视的东西 你一擦那电视就给毁了 你你你放那吧 你你擦这地 你看这地脏的 哎呦 这败家呀 你瞅瞅 这玩意儿 你说这这都就是 这都是抹了哪儿的呀 你就拿它擦电视啊 在你们家就都这样 说你就把毛巾给我扔在那儿了 哎呦 真是的 你 有这么干活的吗 你在你家这 在你家拿这个擦电视是不是 伯父 嗯 麻烦您让一下脚 哎你你叫的呀 我叫了 你再叫一声 再叫 伯父您抬一下脚 等等没没听见 伯父您抬一下脚 妈呀 妈呀怎么了 吓着了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就让你抬脚 阿姨 不是您让我这么大声的吗 不是我让你大声 也没让你好玩 你住一家语气 也能耐着吗 你 你干什么 呦 伯父吧 没事啊 没事没事没事 太不懂事了 你有你这么当保姆的吗 我怎么了 你说你 他怎么这么难伺候的 谁难伺候 谁谁让你伺候了 你要不愿伺候你可以走啊 谁没请你来 没留着你啊 你不愿赶紧走 他爸说 行我不会干 那我不干了 你忍会干的去信了吧 我不干了 你可吓唬谁呢 你这我 我们还就离不了你了是不是 行 愿走走走走 没人拦你 我又不是没地方干 谁没求着你干的 八点到两到两 我也不干 哎呀 这真是的 这个呀 成功了 哎 怎么了 我心里有点难受 你难受什么呀 你说人家也是孩子 出来打工也不容易 你说咱这么对人家 哎 他要不走 咱这 在这干吃饭 那不活受罪吗 是是是 这道理都懂 这我知道 但是你这样对人家 也太不善良了 哎 哎 洪 小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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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兴姐对不起 你们家那两个老的 我伺候不了 反正我不干了 你还是找别人 哎 洪 小洪 妈 有 爸呢 楼下买报纸去了 他们每天不就累点事呢 是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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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呃 没 没事 我我我手机没电脑 我充电 你说你这一天到晚 脑子都想什么呢 如心 快快坐呢 如心累了吧 哎呀 饿了吧 那个我炒两个菜 马上就好啊 哎 怎么 您亲自下厨啊 咱们家不是有小洪吗 她人吗 就那保姆啊 如心啊 不行 真不行 这哪是保姆啊 你这脾气大的 你让我跟你爸说 两句不行 你说他拿那抹布 就擦擦擦电视 然后摘摘摘了 乱七八糟的 秘书爸还急了 你看爸你爸气的 当时都会抽了 都都那样了 吓死我了 可是他在我们家 干了很多年的终点工 觉得还不错啊 脾气挺好的 这那是对你们 肯定的脾气好 你们是出钱的嘛 可现在找个保姆可难了 比找份工作还难 不用找 如心 我们这不是 明摆着现成的吗 你妈 我就是老保姆啊 你是家里的 你就交给你妈了 这就是我的阵地 我一定把它弄好 你们俩呢 就把你们的事 安排好 知道吧 努力工作 努力生孩子 别的事什么都别想 这是咱家的头等大事 知道吗 这个比什么 可坐着干嘛呢 饿了呢 为帮妈摘菜 行 我帮忙去了 妈 玩事什么呀 你这样一来跟不说 照顾多大的损失 你猪脑子啊你啊 别说了 一来律师 把回头再找人聊 什么事啊 那个 人来了 谁来了 吴远红啊 谁让他来的 我让他来的 你帮我约了客户 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一声呢 如心啊 你看这个现在人都来了 你就先去跟人家沟通沟通 了解了解情况 然后再做决定 好吧 我听我先生简单地说了一下你的情况 但我事先得告诉你 你这个案子我不一定会接 柳记者 他告诉我你会帮我的 吴女士 还是先说说你的情况吧 你跟你的丈夫 为什么会走到离婚这一步呢 你觉得问题主要出在哪儿 女人嘛 永远摆脱不了人脑色衰的庶女 他有别的女人了 也许这只是你的想法吧 那是不是你丈夫他先提出离婚的 当然了 他 他现在春风得意 你看我现在的样子 我有 我有条件提出离婚吗 他是提了心要甩我 那你觉得你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他提出离婚的理由 除了你认为的有别的女人 还有其他原因吗 我以前不离是因为姓儿 我想让她有一个完整的家 现在我也无所谓了 我想好了 你做好最坏的打算 即使离 我也不会让她痛快的 可是据我了解 你丈夫他根本就没有向法院 提出离婚的请求啊 是 他 他还没有提出来 但但他已经写好了离婚协议 跟我说了很多次了 我现在来找你就是想 想让你帮我出个主意 怎么去对付他 姐夫 你小子还敢来找我是吧 行行 回去 别 姐夫 我现在跟你回去没有用 艾丽在医院里面 在医 你还是决定不要这孩子啊 姐夫 我真是没办法了 我才来求你的行不行帮帮我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五个月打胎那是要出危险的 我知道我问过医生了 现在这个阶段 只能做银产手术 这不银产不更危险吗 是危险了一点 但是可行 姐夫 你放心 我全都检查过了 就等钱到位了 姐夫 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 姐夫 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 姐夫 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 不行 好 我得先跟医生说一下 走走走 姐夫 你快点啊 白丽 你怎么才过来啊 怎么着 能不能打 不打胜算了 别啊 姐夫来了让姐夫想办法行啊 别急啊 白丽 有姐夫在呢 能解决 有办法啊 那个 给他做检查的衣裳在哪儿啊 那边 第二个门 这边 行 好 走啊 你跟着我干嘛 我去看看啊 姐夫 用你看哪 又不是我那 你把你那那谁看好了 快去 去呀 老伯没事啊 我都问过了 一点事没有啊 我都问你 书记 赶快来第三医院复展科 容胜跟白丽 都在这一块儿呢 你赶快过来 你快来啊 干嘛呢 给你去打电话呢 柳之文你这个叛徒 怎么了 你给我接打电话 我上次不让你跑了 我这回绝对不让你跑了 小东你去哪 你放开我了 我这边去 你放脱 你去 你跑哪儿也跑不了 你不信了 我这样了 告诉你上次让你跑了算你幸运 你开什么你开 我告诉你 我百米十一秒二让你跑了 两个小样 我给你欠抽那样 小东西 在那儿呢 电路上 如今交给你了 我去 你去 你打的想要怎么了 你一个大人给你 妈 你不要有点真人心的你 如今有话 胡胜 你是个混蛋 你滑吧 不许打人打人犯犯了 是是 太不争气了 他们 他哪里人呢 白丽还在 宿舍 白丽呢 这里有点 好 去 去看白丽 去看白丽去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你有没有常识啊 银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你这不是拿白丽的生命 开玩笑的吗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敢有这种念头 我把你腿打折了 我看你信不信 姐 你也别说到好像你很清楚这个手术似的 都怪你们 本来都已经做掉了 烦都烦死了 你还这样给你 叶如胜同学 你懂做人的道理吗 你要是不懂 我现在告诉你 整个叶家村 谁不知道你爸的为人 谁不知道 你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姐姐和姐夫 你妈当年我 也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师 到你这可倒好 不负责任地弄出一个孩子 还说要把他做掉 你是个人吗你 行行行 行了妈 错了 错了不行吗 反正这事都被你破坏了 你们说怎么办 我反正是没办法 不是啊 反正就一句话 是不是老爷们 是老爷们就得敢做敢当啊 那白蜜肚子里是不是你孩子 是就要嘛 姐夫 我自己都没玩够呢 我不想当 你还玩啊你 玩玩 你都玩出孩子来了 你想气死我们啊你 别生气 妈不是常说嘛 那个以礼服人呢 是吧 姐夫 爸 你就别在那儿装好人了 我这么相信你 你就是个叛徒 要不是你我 哎呦 你再给我说一句 行了 哎呀 如心 再说一遍 你敢再说吗 如心 坐坐坐坐 我怎么理你 你这么个秘密 行了 啊 如心 你自己错了 你还俩别人 对不对 全家人都被你解释什么样 你是人吗 如心 你也理不认 对你说都对 我对不起你们行了吧 你也是没办法 我也不想给家里一代负担吗 如胜 别拿我们说声 你觉得娘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一件东西吗 说忍就忍呢 我告诉你 当年你爸为了要你 他连前途都不要了 他可是当年厂子里 最年轻的车间主人 为了你 他把事业都荒废了 当了一辈子的普通工程 你看他 你看他 五十多岁 头发都花白了 他老成什么样子 你不知道吗 你也就不知道 心疼心疼他吗 你 妈 我错了 你们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不行 我还是不放心 叶如晨 你得当着全家人的面 你再给句话 给个态度 表个态 爸 妈 姐姐说 我错了 我不该做这么混账的事 以后再也不会了 对不起 这个是你说的啊 你给我记住了 叔叔 阿姨 姐姐 你们别吵了 如晨 我先回去了 去送我 回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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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那个 我送你吧 不用了姐 我想一个人走走 没事儿我送你吧 那个 如晨那小子 太不懂事了 幸福无来 以后 孩子的事千万别挺他的啊 你放心 我们家呀 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会对你负责任 你今天这么折腾 没觉得哪儿不舒服吧 我没事儿姐 我挺好的 没事儿就好 以后要是有什么不舒服 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 走吧 我送你回家 不用了姐 小姐回去就行了 没事儿别跟我客气 慢点儿 来 姐方 姐方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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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怎么 妈妈回事笑笑 啊 什么事儿 你看看你看看 高龄产妇产下脑瘫儿 幸福家庭分崩离析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这是我吃饭的时候跟他们俩说 他们两个呢 你们两个过来吃饭了啊 开饭了 今天啊 那报纸上还说 说有些年轻人啊 年轻的时候贪玩儿 不想生 等到年纪大的时候再想生 就出问题了 哎 脑瘫儿啊 毁了两代人哪 多可怜哪 哎呀现在这种报道太多了 这女人要是上了三十岁再不生啊 那就属于大龄产妇 这大龄产妇再生产的就太危险了 哎他爸你记得咱们 那个原来那个小区住着一个邻居 嗯 那还那三十六岁得一儿子 哎呦那高兴的全家 一年多以后傻眼了 这孩子吧 看谁眼睛直勾勾的 什么反应都没有 到医院一查 龙 龙 那 那最后检查什么原因呢 哎呀那这高龄生产造成的吗 不明摆着吗 哎呀这都不算什么 你知道现在呀这是 报道的太多了触目惊心哪 什么瘤枕啊 脑瘫都没有什么这个 这个缺胳膊少腿啊 还有脑袋都没大呀 什么这个抑郁症啊 还是什么这不说话 就是就就就就那种你知道吧 就太可怕了 我跟你讲这些事啊说实在的 怨谁呀 就怨这当爹妈的 你说你们早早生了能有这事吗 孩子多无辜多可怜哪 说实在的说起这我心里都不好受 你说谁胆着谁家受得了 都是大龄产的活 是啊是啊 哎呀咱们如心说实在的 长的是真年轻啊 你看着她 真是年轻 但是 虽然长得年轻 那也有三十二了吧 如心啊 我这岁数 应该也挺危险的吧 是 不是妈吓唬你 真危险 你说你们俩要是小吧 妈真不着急 但是你们都过了三十了 不声不行了 你说我跟你爸一天急成什么样啊 说实在的 我们两个晚上睡不着觉 都琢磨这件事 真揪心哪 那是 妈妈妈 您您别揪了行吗 从你拿起筷子到现在 您一会儿脑瘫的一会儿溜枕的一会儿 您觉得您说这些下饭是怎么着啊 吃饭和要孩子一样 是需要状态的 这顿饭明显不在状态 王老师啊 我又看你又在想什么心事了 闷在心里啊 要得病的 王老师啊 你又怎么了 正妈呀 家家一本难念的经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我这就要当婆婆了悲惨吧 哎呦 当婆婆多好啊 你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那是你的福气啊 福气 这个福气我不想要 为什么呀 你听我说吧 我跟我们家老爷 过着无比美好的晚年生活 我们家老爷 喜欢溜溜鸟 在公园里面舞舞剑 这我呢 去那老年合唱团 跳跳舞唱唱歌 多美的日子呀 是啊 这下可倒好 如胜这个臭小子 不负责任弄出个孩子出来 我们有自己的美好生活呀 一下都被他们俩搅乱了 你说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千万不能和他们住在一起啊 在一起啊 那矛盾就多了 他们吃你的 喝你的 还要花你的钱 他们生了孩子 你还要帮他们带孩子 你就成了老保姆了 可不是嘛 你没听见现在社会上流传的一句话 叫啃老族 他们会把你啃死的 啊 呦 罗上 好久不见的 别躲呀 干嘛呀 这么长时间了 呦 听说你小子不怂了啊 都带上妞了 这妞儿够靓的呀 谁的 我 我的 怎么了 啊 姑娘 该减减肥了啊 就这水桶腰 嘿嘿 知道哥是谁吗 路上给介绍一下 李 李华 大名李华 小名小六子 姑娘我告诉你啊 这小子 是我们这儿出名的一个软蛋 别跟他混了 跟哥混吧 别 别要去 给我 老婆 老婆老婆老婆 说谁的你 说谁的你 老婆老婆老婆 怎么着 打呀 这是什么吗 孩子 验如胜的 我好难不跟女斗行吗 这么软蛋 找这么泼的一女的 呦 你这包价太离谱了 我刚跟孟之园联系过 人家三辆加长零肯的钱 还没你这一辆贵的 不是 你这再心你 你也不能当火箭族是不是 你 你得考虑考虑吧 好吧 反正又不是我结婚 我这是纯帮忙 你就给他们俩订中式婚礼得了 你就别再找那么多花样了 那白莉现在肚子都大成这样了 你还折腾她呀 对了 那喜糖跟酒店都订了吗 现在听说酒店特别难订 得提前订啊 我 我 我那个小孙今天过生日 我给她买蛋糕 一会儿送过去 坐会儿就回来 你们想干吗 你们有什么事吗 离吴远红的案子远点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们用不着危险吗 我做了那么多年的律师 我就不怕你们这样的小混物了 把东西给我 挺好看的蛋糕 送谁的呀 味儿不错吗 我告诉你 今天这只是个教训 你 你还我 手机没了 可以再问 这人要是出问题了 那可就不合办 你要是不听我劝 下回再见到我的时候 就没这么便宜了 走 现在是这样 您得问一下儒胜 那个婚礼 他是喜欢中式的呢 还是西式的 还是这个中西结合呢 有都有都有 我跟您说 现在的婚庆公司 只有您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办不到的 我估计钱给到位 他能把美国总统 请来给您当伴郎 他能把美国总统 对 您就问他一下 他喜欢什么样呢 咱们就往哪方面去 去去去去去运作嘛 对吧 好吧 我等您电话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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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文啊 你过来一下 花儿点 花儿点 西文啊 我突然 看你像个人 真像 像谁呀 特别像王洪因那儿呢 真的 这事可大了 那我就跟如馨 那那那算是 近亲结婚的吗 是啊 真的 我跟你说我们 跟你爸抱错了 你就是他儿子 那是我们儿子 你看你给人家 忙活那个起劲 前后跑着 屁掉屁掉 人家结婚关你什么事啊 你瞎跟着插入什么呀 行吗 来说点正经啊 你说 我就这么一个小舅 那你还说这么一个 一个妈一个爹呢 对对对 这是肯定的 但人家也有特殊情况啊 是吧 结婚生孩子赶一块了 这您不得不承认吧 如心又忙 你说我不张了谁张了 我是真羡慕这个如馨啊 真有本事 一步一步 三步都没到位 光打雷不下雨 雷都没打呀 你听见吗 你说这人啊 一样的忙活 可结果怎么就那么不一样啊 咱就羡慕别人们的吧 没别的办法 咱就看着去 喂 喂喂 你大点让我听不听 啊 又有人跳楼了 行行行我马上到啊 哎呦我妈 你看看这这事 你现在的人怎么都那么想不开呢 你装什么装啊 一说这事你就跑是吧 我这两个我不了解你 哎呦我妈 人命关天国间 什么故事啊 臭狐女 怎么故事啊 哎 没听见变话听的小子们 怎么那么笨呢 你怎么那么笨呢 那不就是 这自己 这就是躲着咱们 这一说这话题 你看见没有我跟你说 这就是你儿子 哎小姐您找谁 这要回的办公室是件吗 哦是的 请问您预约了吗 哎小姐 哎小姐 你不能这么躲进去 哎小姐 哎小姐 您不能这么躲进去 请您先出去 小姐 小姐 先出去吧 如馨 怎样 你找我 赵总 我今天来是想正式通知你 我已经决定 接受你太太的案子 成为她的代理律师了 有点意外 没想到 你真的没想到吗 真没想到 那你看看这个 有人威胁我 不让我接卫红的案子 还砸了我的车 拴了我的手机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报警 你不会告诉我 这事跟你没关系吧 先坐吧 我打个电话 叫黄冬进来 是他吗 是不是你干的 我这不也是为了帮你出气吗 谁让你干的 好吗 好吗